今日,FF在旗上发布一份博士恒大健康公告内容,再次强调自己关于紧急仲裁,取得决定性胜利,或小视听。 据法律见人士表示,紧急仲裁属于紧急记住措施,在法律上不存在获胜利说,而是在双方的诉求之间寻找平衡。 驳回严重损害对方利益的诉求,因此,贾越庭提出彻底剥夺恒大融资同意权的申请,以及解除恒大资产抵押权的先申请,均无法获得仲裁中心支持,直击与贾越庭有严格条件的融资权。 根据恒大健康公告,紧急仲裁结果显示,香港仲裁中心明确驳回自贾越庭彻底剥夺恒大融资同意权的申请。 仲裁庭允许FF进行有严格条件的融资,是考虑到FF目前已濒临破产。 此举是为了支持FF对业务发展和保护股东的共同权益,由此可见今日FF存在混淆视听。 而据接见恒大的相关人士表示,作为上市公司,恒大健康的公告发布将会十分严谨,要为股东的利益考虑,将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鉴于FF及贾越庭在严正中投放概念,混淆视听,误导公众,目前恒大内部正在与律师团队研究,考虑对FF及贾越庭及起诉讼。 据悉,美国加州援包法院,10月25日发布仲裁结果,贾越庭必须向上海启程愿民投资合伙企业支付682,36810人民币,约1亿美元的费用,用已倾向贾越庭在乐视期间对齐的签款。 可以预见的是,未来将有更多的中国债权员,使用越洋追债的方法起诉贾越庭,所以以后的日子,老贾不会好过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兼 台并。 感谢观看